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主要其实就是哎呀我跟你讲就是呃其实最近在在一些社社群平台上有一些有些新闻对不对 到底为什么突然间大家想要前进科技业科技业那个很这个待遇很好是走大家都知道是今天为什么最近突然间兴起这个这个好像大家都开始连我都连我都有在注意的原因我的原因我也我刚刚前面有讲是因为论文门事件的衍生啦 那我们之间的衍生不是后来就是开始讲到这个中华大学他们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们是这个CP值很高的那后来就开始在呃又有这个人类银行就有发说呃这个这个各个大学的这些资工系啊或者什么他们毕业之后一毕业的起薪是多少有一个拍名没错没错没错 我们就会觉得天呐我们的我们我们也也没有不好啊我们当年我们我们我们联考也是考非常高分只是我们没有在那一组啊我们是在文组啊 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这个可能薪水症只有他们的一半洗薪只有他们一半所以我也忍不住回头跟我女儿说你以后要进科技业不管怎么样都要进科技业去念心理啦心理的话你可以去念你可以去当HR啦 你希望不要进正大是这个原因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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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大有心理系啊正大有心理对对对好我要讲的就是说大家都在聊聊这个那到底最近这一波是怎么开始的对其实大家也常常在聊到这个问题那我都会跟大家说其实为什么要选科技业因为科技业是我觉得啊他算是唯一不能说唯一但是他就是基本上是可以战胜通膨的行业对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说这个啊万物起漲啊就是薪水不涨不过我们看到科技业这几年的这个哇表现真的是飞天了 年年涨年涨年涨而且甚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加薪所以包含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主持人分享说呃包含了几所这个科大哦以前我们可能认知都是顶大的薪水 其实现在台北科大对北科大对没错没错没错甚至连一些私立的科大像是我甚至讲说像南科那附近有一些这个私立的科大我过去我们会觉得说他的这个入学门槛比较没有那么高的他可能甚至也可以搭上这一股这个科技业的一个浪潮对没错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说其实您刚刚有特别讲到其实呃科技业的这个薪资我觉得这基本上是算是不败的话题尤其像我们这个媒体出身都知道就是过去只要哇 有哪一家的这个薪资出来那如果他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的话你基本上po上新闻哇又是一番讨论不管是流量很好然后或者说你放在这个论坛上面哇这个也基本上就是爆款的这个新闻文章 就造成大轰动没错没错没错好所以呃现在到底是不是前进科技业的好时机我觉得没有什么时机点不是吧没错哈哈哈基本上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而且我觉得我就延伸刚刚童文姐这个这个话题你说这个分红209万我觉得就基本上大家可能要有一些这个概念啦 就是说几家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知名大厂呃我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是以半导体来说因为半导体基本上普遍薪资还是比较好一点所以上游这个IC设计嘛那中游像是这个啊啊上游IC设计包含这种啊联发科发科这一类的那中游是IC制造像台积电等等那下游这个IC封测啊封测等等像是月光之类的这个部分越上游的话薪资水准越高那像大家都知道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基本上这个百万年薪不成问题 那如果你到上游这种一线大厂的话我们刚听到那个分红有209万嘛那是其实像发哥这个也不是新闻啦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终年终这个人均非主管超过两百万啊光年终超过两百万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甚至说我们知道像前阵子还有一个也是一线的这个IC大厂这个也是有员工po出来他的这个整年度的薪资哦分红分红突破一千万对所以这个他在 头突破一千万他到底有担任什么职务啊没错在我这边没有这个非常详细的薪资而且我们要去哥之化啦所以这个OK所以我们我们应该是这样他们家是做什么的他们家也是这个上游的IC设计一线大厂对也是一线大厂跟他们家一样都是对他们都是上游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半导体越上游这个薪资水准越高这个某位员工一定不是基层员工怎么可能分红就破一千万但是这个分红包含说他们当年这个获利非常好 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年的这个赚没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他呃你他的你这个分红是指说他他进入这家公司之后拿到的分红吗当年度当年度那是哪一年度啊呃就是这个应该理应就是去年度赚的钱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种一线的呃应该是说业内人士会比较理解不过对于我们这种哇一般的这个上半导体或者我们不敢想像这样的一个薪资啊可能现在有很多那个这个科技业的朋友们在听 然后心里面就在笑啊这萧桐文也真的太没有尝试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平常啊啊你知道有时候都蛮悲哀人家的楼地板是我们天花板你知道不是是我们的天堂啊哈哈哈哈我们到不了那个天花板你还有办法拿着椅子垫上去摸得到好不好是是是是是那是我们的那是天上那个在云上面没错没错好所以哦这个薪资状况现在真的是好比如说以起薪来说嗯电资背景的学士起薪4万啊硕士起薪7万 没错而且难怪我们看到那个是是是是是没错没错啊当然大家可以发现那个学士起薪跟硕士起薪当中它就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差别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相当的对你要洗个硕你多花个两年时间未来薪水可能是两倍所以大部分都会往这个部分发就是说比如说电资啦电机啦然后资工啊资管不是哦资管是在比较偏商管一些资管是商管你说像这些的话硕士跟那个学士大概就起薪差3万所以一定要去 1.5倍到2倍左右没错没错没错这个也是很多还有什么东西是的是的而且应该是说这种一线大厂我们刚才讲哦所以说这种上游的一线大厂基本上毕业两到三年之后你的整包薪资上看200万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两三年之后有些甚至第一年就达到但是这个不好说就是还是要看公司的状况跟获利的情形其实有比如说像是台积电基本上如果是硕士毕业大概第一年大概就有200我听说是这样 好我们等一下就回来继续聊今天的办公室同学会我们来讲讲前进科技业现在到底是不是一个翻身后时机呃今天来到现场的是1111人力银行的公关经理李鼎立那鼎立也是我昔日的同业那我们是因为他也是在电视台嘛对不对那呃我们我们其实媒体业都就是呃就是一个一个心酸的行业啦那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哦为什么我们两个会特别的那个激动哦大概也就是因为这跟我们所认知到的 我们自己的行业或是我们周遭认识的朋友只要不是在科技业他那个薪资落差真的是差满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刚刚你这样已经大概跟我们分享了目前的这些呃科技业不管是上游中游那或者是说这个不同学历呃起薪大概几年之内的一个年薪大概会多少那所以现在其实这些东西真的是造就了大家都想要进科技业对不对没错没错大学毕业生好像都很想进科技业对其实根据我们 过去的这个调查其实也算是蛮新的调查哦基本上就是想要进入科技业对科技业越越欲失的已经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现在去外面抓十个上班组大概有六位会跟你说他真的很想要来进科技业对就像而且刚刚童文姐有分享到这个心酸的部分啦那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啦就不同产业别你会觉得说我们很努力其实某方面也还蛮操的不过呢我们操的呃跟这个薪资来说的话比起来好像呃 嗯不是那么样的平衡啦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个科技业也是很操不过他们这个薪资水准好像可以稍稍弥补你心里的这个身心的这个疲惫跟伤痛你就是用肝去换真的是用肝换啊我们真的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早年在台积电呃做了大概不到十年他其实就不做了因为真的身体的就是呃亮很红灯等等的哦台积电红海都有嗯所以呃当然但是我们就说年轻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自己能够 更上层楼而且我们现在的重点已经不在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一节重点不在你到底需不需要这样去而是说当你想要去这些科技的时候呃你应该要更了解他的状况嘛是所以呃现在好像工程师很缺啊没错没错嗯你们这边有有多少对应该是说我觉得基本上呃这几年来说啦其实这方呃这某部分来说他是跟整个这个呃产业发展的脉络 甚至跟这个疫情那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年来说不管是呃5G啊AI的相关应用啊包含了这个呃电子商务元宇宙啊物联网智慧医疗区块链云端资安等等其实这些东西他都是未来前景看好的相关的产业而且他也必须要发展啊这个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那我们知道说过去两年其实在这个疫情的一个推升之下这些东西反而加速了他的发展嗯所以代表说科技相关的这个人才的需求一直以来都还蛮多的其实我们就以我们 过去站内的这个资料来看111其实过往在科技的这相关职缺啊这两年这两年间其实成长超过三成啦如果说我们光捞工程师呃去年同期到今年同期哇多了这个百分之二十五成长额四分之一这其实是非常惊人的一个量其实代表说现在这些厂商都非常的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才嗯所以呃当然工程师的话你就必须要是相关的背景跟科系了对那刚刚我们其实一直聊到就是说那呃除了这些 相关背景科系你去当工程师之外在科技业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工作机会对那你进去当然你的薪资没有办法跟工程师相比可是整体整包福利来看大家是差不多不是差不多啊就是说比如说年终多少个月就大家都差不多嘛或者是以考基来来评定但是呃以整个公司或者是呃前景来看的话你就算不是工程师你在科技业也可能还是比其他人在一般的 产业要来得好对不对所以呃如果今天我不管啦我不管我是什么我是不是这个念理工的我如果想要进科技业的话其实需要也需要自己要有一些能力没所以有一些标配你们说嗯有几个OK我我我我我先跟大家也是简单分享一下啦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前半段讲到这种哇非常夸张的一个新知他其实还是仅限于这个所谓有电子相关背景的人才他因为他 他毕竟有技术能力这个部分不好取代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现在其实整体这个半导体业在台湾的呃应该说台湾半导体在整个世界上面的一个供应链的比重哦他其实算是非常吃重的所以他整个这个上下游上呃这个串下来之外他其实还需要很多其实是非理工的人才或者是说就算他是在工程师里面的话 他也需要一些轮班的人哦基层的一些人选也好所以我们其实其实之前都常在开玩笑其实在科技园区附近的状况是最为明显他们连一些这个餐饮业都请不到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宁愿就是去科技业轮班或者说我当个基层技术员也许这个薪资水准没有办法到这个哇百万两百万但他至少领个八九十七八十加个加班哇其实也比餐饮业的状况其实还好上蛮多的嗯对 那其实基本上你要能够去呃这呃呃呃等于说跨到不同的领域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以最基层的这一些呃比较没有门槛这个生产技术员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耐操啦嗯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知道之前我们就在听这个志愿光的这个副总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其实就有特别提到说接下来如果在这个缺工浪潮之下要怎么办其实他们某一方面锁定的面向是退伍军人或者说这个运动员啊怎么说因为退伍军人有一些可能就是 前面签完可能三十岁左右就是呃三十岁左右可能就退伍了嗯但是他有一个呃长期习惯耐操的这个心理素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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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也可以接受轮班服从度又高没错没错没错那有一些运动员当然就是我们知道他在呃呃指甲的转换上面过了那个黄金期他可能会需要一些跑道上面的转换嗯所以就变成说他们也都是未来可能会前进到这个所谓第一线的产线的轮班轮班轮班新人里面这个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啊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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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所以是感觉上他要求在呃因为是作业员嘛所以他要求你其实在技能方面的部分其实比较少没错反而是你的性格稳定度是的身体健康程度没错这样重要干啦耐操程度是的反而是更高的是的那这这个这个倒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因为你要想想反正科技业就是就是很大 你去看一下他们有多少厂嗯他们那个厂一个厂里面有多少人嗯工程师当然是多但是作业员更多没错尤其是在这种半导体大厂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呃要进科技业也不是说我一定说你说我现在我这辈子已经我可能要等投胎也不是对不对像刚刚鼎丽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之前没听过嗯这还不错那呃另外来看到就是你你刚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前进科技业当然呃优秀外语一定要吗要这个算是一个 蛮基本的一个门槛作业员不用吧对所以也倒是还好不过我们在讲说为什么外语能重要那是因为其实不管是这个资格电资本科的人他本来这个外语的需求就就必须要有之外哦因为包含了一些这个来往的书信一线大厂毕竟就是几乎都是英文对那再来如果你是文族想要来跨足科技业的话哦这这块也是非常的重要对不管你是人资的人才或是pm哦或者是说你是这个公关的一些相关部门或是业务因为你必须其实你要对 对接的厂商可能也都是会有国外的客户那基本上里面你还有很多国外的主管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跨国这个合作的过程所以语言力啦我觉得这个部分算是一个非常标配的门槛好所以前进科技业的基本标配我们在这里再做一个highlight就第一个优秀外语第二个城市功力要够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工程师但是其实工程师之外其实有有很多进去呃他们其实后来转到其他的呃比如说变成pm很pm很多都也是工程师 上来也不见得对对对对然后是业务也有可能转去业务但他本身就是城市功力要够才进得来好第二个第三个最重要一个其实配合度高啦没错对这刚刚我们也讲了所以不同的呃区块应该是说就是不同的人人需要的人才嗯嗯他其实呃会有一些不同的着重点没错那呃但是也有也有就是你们有讲到就是呃一些跨科技业的一些案例 有人一直想进去但也有人进去受不了对对对有一些呃不同的案例可不可以跟我们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没错我其实就简单拿两个这个对照组啦一个是是这个励志组的另外一个是比较过劳组的跟大家简单做没错没错简单做一个分析啦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这个对接的这些案例啊当中我们其实同仁也跟他做过一些相关的一个访谈那像我们就是呃有一位这个其实呃他是夜校私立夜校那他其实是文组的 那他其实因为过去在学校的实习他已经就在这个银行里面做实习所以后来就直接扶正变成正式的行员这样子对不过呢他就其实在他做这个行员的过程当中他就常发现说哎这几年来就是进来的这个客户数哦越来越下降以前就中午会爆满现在中午可能也是很满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满那另外来说的话就是他的包含同事也好或者说新进来人员好其实很多都是往数位的部门去嗯所以他也慢慢发现到这个趋势就是说科技这一块的相关应用因为他在 金融业可能是包含了这个fintech嘛但整体的这个趋势确实是往科技业跑所以他当时也就想说要做一个职业上面的转换因此他在他这个行员做了这个两三年之后他就依然就开始投一些也是金融啊金融公司的相关的这个软体工程师的缺那当然是门槛相对比较低的他需要的这个城市语言的这个呃需求也比较没有那么高那因为他过去有相关这个金融背景那包含了这些这个金融业他其实也有缺工的一个状况因此他也就是很 被很顺利被录取了那他又在这个金融业的这个数位部门的呃呆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当然他是有不断的这个自学跟努力那后来跳到一个外商他他的这个薪资水准大概就差了两倍因为他原本是行员的部分大概是三万六左右那后来跳回来这个数位部门虽然有降薪还是在三万出不过呢当他累积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背景知识他再跳到另外一家好这个外商的一个科技公司的话他薪资已经达到六万块而且他才26岁对 那这个是等一下你是说他今年26岁我还以为要加这个工作两年再加再加去那个数位部门两年所以现在是三十不是扣二扣二所以他大概是22岁先当行员然后来到24岁转职现在26岁好上进的女生非常上进而且他现在26岁在外商科技公司上班现在薪资月薪是超过六万吗没错没错呃但是他一开始其实是在银行而且是在实习 对但他一样可以进入到科技业对对对所以呃确实这个是蛮励质的没错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在思考这件这个到底要不要转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最基础的方法是先评估自己的专业职能那你从专业职能上面来插个边到底跟科技业的什么边有关系像他可能就是金融业所以他插边的东西他是先去接触 没错先接触这个部门然后再跳到对再以他过去的这些背景资历再直接进入到科技业那他真的蛮有计划性的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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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你看他现在就是还继续我看你你写的故事是说他还继续要去考在职硕士班是的是的是的就跟对就跟我们前面讲的应用因为大家知道学识跟硕士他对于后面的升迁跟薪资水准是有协助的而且这个是鼎力跟我们讲这个就是2022年的案例但是你说还有个对照组 没错我们刚刚要讲一下就是过劳的部分就是另外一位我们也把这个年这个这个年纪抓在大概30左右啦那这一位这个也是在这个知名大厂担任这个IC工程师啦所以这个薪资水准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就是百万以上的对科技新贵真的很贵对不过这个这个薪资啊这个他的一个身家来说的话其实也是这个操劳换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半导体业要做的一些事情你不管是跟客户的交货这个部分他是一定要非常准时的那如果在 在最近的这种缺工浪潮下你知道客户订单变大那就是又不断的扩展需求又变高那所以你变成说你在同一家公司你同样的人他负责的相关的一个专案就会变多对接的客户也会变多所以像这一位这个30岁的这个先生他跟我们分享之说他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好只要是专案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工时周工时可能会达到接近100个小时各位知道100个小时是什么意思我们一天上班8小时上班5天一周上班5天的话 大概40个小时所以意思是说他可能每天就是我们6点5 6点下班他可能是12点下班然后周末也还要再上班到12点这是一个非常操劳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如果1到5每天上班16小时对差不多然后7天也才80小时5 6 30就是连6日也要加班的意思才80小时可是他上到100小时所以他6日都要对所以大家可以想像这样的一个状况身体一定会出出现一些警讯所以他就是内分泌失调然后就没有来由的就会觉得说 全身发痒然后他是需要一个长期服药那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是会导致他后来可能包含了在睡觉里面哇常常遇到哇怎么办我的daylight来不及怎么办我的客户又在追杀我怎么办我的这个主管又在email里面highlight我哇怎么办到底怎么办OK所以他后来也是经过一段调试啦也是跟这个公司有过一些这个商讨说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职务的分配没错没错没错那还不错因为我看你写说他本来想要就是换公司了换工作了 可是后来跟公司谈了之后公司有帮他调整新的职务所以他还是在这一间半导体大厂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公司我们刚刚讲到缺工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其实也不愿意放人走他宁愿说好因为我都好不容易把你养起来了那你手上又有这些客户你都可以好好对接我当然就是用加薪的方式加底薪然后调整可能这个加班费对然后把你的薪金结构做一个提升然后把你少一点点事情但是我还是要把你留下来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位先生的 这个适应状况良好不晓得啦因为调整职务的话可能也许把它减少他的工作我觉得还不错这样的话这个公司还不错可是这两年为什么这么缺啊疫情疫情大家都不景气为什么半导体这么缺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应该是说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其实整体的这个台湾半导体业其实在整个全世界里面的这个所谓这个角色上面越来越吃重所以变成说大家都积极的扩厂然后以及这个客户的订单也不断的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都会拉高薪来抢财对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这个情况其实会发其实缺贡的状况当然是整个产业面不过你会发现因为上面上端他可能比有比较多资源去找人所以他等于说他是一个磁吸的效应他会把外面的人都吸过来这个行业里面我觉得而且还有很多就是说像你刚刚前面讲就太多了就是呃现在太多东西都跟这个相关对不管是 是什么资安啦或是人工智慧AI物联网电子商务区块链源与众都有所以确实看起来接下来科技业他还是一个需求非常大的所以今天很谢谢鼎力哦来跟我们分享呃就是科技业的相关其实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说不定你有机会前进科技业谢谢鼎力谢谢